各位呢 你可以這樣子 你打關鍵字 不好意思 老師可以讓你搜尋 肉搜一下沒關係 因為我有買關鍵字 你們哪一個老師有買關鍵字的 很早嗎 好 那你點上面是我要付錢的 點下面是我不用付錢 就差這樣而已 好 你點進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老師的部落格 那麼 你在這一邊呢 我縮小一點齁 你螢幕比較大 進來應該左手邊這裡會看到 好 如果沒有也可以打開 那麼 老師在這上面呢 主要會分享一些免費軟體 或是跟這種 所謂翻轉學習比較相關的 好 比較相關的 然後還有一些教學的一些文章 那麼 你看到下來像這個 就是 昨天 這是昨天寫的齁 那下面這個是上禮拜去中中大學 我們今天也會介紹到這一個 有聽過網紅嗎 對不對 用這個也可以做 只是我們用在教學上而已 不要在網路太紅沒關係 但是教學 OK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老師這邊剛剛講的 1Note翻轉學習 這個是我現在所有課程我都會擺在上面 都會擺在上面齁 那我在上面呢 有幫他們錄一系列的這個教學影片 那也有很多公開的 所以其實如果您剛剛到這邊來 剛剛是不是在發現裡面的群組對不對 你打我的名字 你會找到很多 像這個是禮拜三去彈錘的 你就打我的名字 其實也不用打了 因為這邊 一看就知道了 幾 兩 三 四 還要再找下去嗎 很多啦齁 這些在發現裡面是屬於公開的 就是我有公開演習的 我就會放在那邊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一樣可以加進去 好 那萬一如果不要的 你可以退出 好 萬一開錯門嗎 對不對 進錯教室你可以退出 好 這是在這邊 你也可以從這邊連進去 也都可以 好 那下面呢 就有1Note的這個平台的部分 你可以參考 再來就是老師這邊會有比較多 有關於簡報的 因為平常各位簡報的話 大概就只有那個選擇而已 對不對 好 還要講得那麼明白嗎 屁開頭了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可是其實除了它 還有很多選擇 好 比如說像這個Predity 也蠻多人用的 只不過速度上 在台灣來講 它是相對不是那麼快 但是你就可以考慮下面這個 Focus guy的話 就等於它的進階版 它是淡機版本 所以相對來說 便體上速度比較快 好 只是這不是我們今天的主軸 我就不要介紹太多 那另外呢 在這邊有延期地 好 你可以看到老師 去看足跡在哪裡這樣子 那點下去你就知道 這個是哪一個地點 哪一個地點 上面都會寫哪一天去哪裡延期 像這個就是禮拜三去的 比較遠一點 淡水再過去 不過他們學校不錯 因為旁邊就是海 哈哈 好 旁邊就是海 也蠻好的 來 最後呢 我們在這邊有 老師有經營YouTube頻道 好 那你會看到像這樣子 有沒有 像這樣 比如說像禮拜三區的 平常你們上課老師 也許有些老師有錄影 首先呢 您先進到 也許有錄影 可是很多老師的錄影都是 比如說他可能是半個小時 或是一個小時一段影片 你回去 應該知道邊看邊找吧 對啊 老師又說 我有錄影就不錯了 你還要求太多 不行 我這邊的話會像這樣子 您看一下 在這裡 老師的錄影習慣會像這樣子 有沒有 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呢 會這樣把標題下清楚 所以你哪一段不了解 你就點那一段看就好了 那麼每一段 你們有沒有聽過摩克斯 對岸稱作木克 那這個也是現在 最近這幾年 非常流行的 線上學習的一種方法 那摩克斯在錄的時候 就強調什麼 一小段一小段的影片 所以每一個影片 我們大部分都會再錄到15分鐘 這樣的話 其實對各位同學 一般以學習的角度來看 這樣也相對比較容易 因為我們大概超過10分鐘後 精神的助力就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這個是 老師平常現在就有在做的這些事情 給各位了解一下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 也歡迎你訂閱 我們現在只突破2000而已 還沒有很紅 還在努力中 這樣OK嗎 事實上我在學校的我有開放 只是在左手邊 因為我們在學校上課 老師會一樣的方式做錄影 所以在這邊 哪一週哪一堂上什麼課 都會放在上面 所以同學要補課不用找我 要缺課也不用找我 反正不用來自己上去看 這樣比較快 OK 這樣對老師應該有稍微了解一下 你的想法 好 讓我想怎麼樣 跟度還是看 傾格 你正是珊瑚 的